球员的心理素质和技巧的表现 往往都是影响比赛胜败的关键之一 现在清华大学将AI人工智慧应用在棒球领域 整合大数据分析 感测技术 生物力学 人工智慧等最新科技 用在棒球训练 并成立清华运动科技研究中心 由昔日巨人少棒名头吴承文担任顾问组召集人 未来渴望把高科技辅助训练的触角延伸到拳击 羽球 桌球 射箭等运动项目 清华大学是全国在人工智慧的应用 是最积极的一个学校 成果也是最丰收的 我们要把这个技术也扩充到运动科技 所以我们利用 单纯利用这个影像的技术 就可以把这个投手 打击者它的这个骨架 及时的分析 及时的分析 能够把这个投手或者打击者陷入低潮 它的原因是什么 希望能够把它找出来 很快速的协助这个选手 来找出他自己的目前的这个缺陷的地方 然后及时的纠正 让他的表现能够更上一层楼 也协助教练 清华运动科技研究中心 集合清华电机系 体育系 资工系 动机系 以及工业工程与工程管理学系等 五系共十位教授 分别研发出智慧棒球 生理感测IC技术 3D人体姿态模拟 智慧鞋垫 精准打击系统等应用技术 以前就是只透过嘴巴 然后或者是动作 然后来做示范动作 可是现在可以用 运用这些运动科技的产业 然后来提升选手他们的一些技术 然后这个对我们来讲 其实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最新的活动 成绩来讲的话 其实也才刚接触啦 那因为以前我们就是只能够运用影片 来让学生知道说他们的动作是怎么样 可是运用这些东西 他可以看到最细节的 就是他的一些支架 他的肢体 然后是怎么去展现出来的 然后这对学生来讲 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活动 透过影像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将动作化为数据 教练和球员就能够透过数据分析 进而对球员的姿态动作进行调整 未来退休球员也能透过这科技辅助 作为第二专长的工作项目 凯破新竹万事连采访报导